至于阿罗哈客运宣布两条路线要停止营运之后 现在经营25年的日统客运 业者也宣布包括斗六 四湖 北港 民雄往返台北的这四条路线 在明年2月4号也要停止 业者表示因为先前高铁开通之后 让他们的营运受到影响 现在又再加上疫情的冲击 加上政府没有补助的情况之下 其实他们已经长期吸收了老人优惠的票差 这也是压垮业者的最后一根稻草 现在逼不得已忍痛结束营业 扎一监林所表示会持续跟业者沟通协调 要是业者真的无意再继续经营下去 也会严拟是否要启动替代机制 不会让乘客的权益受到影响 来到日统客运站客运按时发车 因为营运状况不佳 现在业者有意将云林加益 往返台北的斗六 四湖 北港和民雄 四条国道路线收起来 我连票就有回车交付对我什么 不应该有运营的吸收 我吸收25年 以前高铁还没有通过可以撑下去 客运业者说因为云林老年人口多 长者搭乘大多多是办票优惠 25年来这些价差全都是自行吸收 再加上这四条路线 因为随着高铁开通 和现在疫情的冲击 营运整个受到影响 已经无法再撑下去 不得不忍痛 将在明年2月4号到期后停驶 民众一听到日统客运即将停驶 都很震惊希望能挽回 这四条即将停驶的路线 其中还包括了嘉义中正大学 往北的交通方式 若是真的停驶 不少师生将势必受到影响 而嘉义区监理所则表示 日统客运目前营运都正常 载客率也都不错 会持续再和业者沟通 日统客运其实对云林的交通 其实有重大的贡献 我们也会积极再跟它协调 嘉义监理所表示 若业者确定没有医院再继续经营 将会启动代史机制 请其他业者支援 不会让乘客的权益受到影响 借于林嘉义综合报道 台南小吃闻名 在地不少肉包名店 现在纷纷传出掌声响起 来看到包含观光客 最喜欢的客林台包 老字号的明星肉包 还有全台湾团购名店的 瑞香包姐 肉包各类价格 涨得2元到5元不等 平常小吃 在未来可能要多付一点钱了 好不过业者也非常无奈 说实在是因为面粉跟原物料 不断地飞涨 撑不下去了才会调整售价 顶着寒风穿后外套也要排 等着要买的是这一位 这是肉包 香菇肉包 刚种好白胖胖包子 手工包馅 肉块香菇蛋黄 扎实饱满 主打冷掉也不油腻 但想吃肉包 瞧加上价目表 瞧瞧贴上新价格 比过去贵了5块钱 不好意思 你觉得起来 还可以 105年年初的时候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调整过 那原物料这5年 其实都长得差不多了 我们也真的撑不下去了 业者透露实在是原物料 长太多撑不下去 肉包从20元涨到25元 涨幅25% 另外寒涨的还有它 身受观光客喜欢的八宝肉包 也换上新价格 包含克林台包 瑞香包子 明星食品 肉包部分单科各长2到5块钱 肉包名店各有拥护者 能当正餐也能解馋 对于涨价 爱吃的人还是会买 或者吃少一点 难当美食魅力 记者黄福奇台南报道 台北市万华区和平西路三段 发生了一起惊险的意外 在昨天早上 进行道路跨线施工时 没有想到却引爆了 外泄了瓦斯 导致人孔盖整个潭飞 差点砸到人 那么当时就连公车 也被震了好大一下 让司机赶快停下来查看 事后一查才知道 这施工地点下管线的 街头松脱了 造成瓦斯外泄 而当时标线热溶机的火源 又刚好经过 因此酿火 民众顺着马路边走 没有想到突然碰的一声 好大声 人孔盖瞬间喷飞 人差一点就被炸到 现场还不断串除 大量浓烟 吓得附近民众 第一时间赶紧线跳开 喷飞的人孔盖 还不止一个 声音大吓人 爆炸瞬间 地面也跟着震动 行间的公车驾驶 赶紧停下车 要看发生什么事 前几天刚铺路而已 他们就要来划线 然后他们刚好就听到 大吊 公车经过 顿一下震一下 为什么会爆开 大家都很想知道 2号中午11点多 台北市万华区 和平西路三段 当时正在进行 博游马路的划线工程 没有想到就是因为 路面下方的管线 有街头脱落 导致瓦斯外泄 加上作业当下 标线日容机 必须点火才能施工 机器行经人孔盖的瞬间 一次瓦斯与火接触到 才会造成意外发生 深度1米5个地方 我们的管子有一个街头 部分有围绕的情形 我们的管子上面有一些 其他管线单位的这个混凝土压住 导致这个瓦斯洁流可能没有办法往上窜 所信整体意外没有人员伤亡 施工单位也在5个小时内顺利把疏失回复原状 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 解决定人员伤 高雄一名女大学生在碧联会担任总务长 但却涉嫌挪用公款 而且金额高达将近185万元 整体事件直到女大学生因为被诈骗报案了 才破了光 上个月17号 这名女学生在博弈网站上被骗 陆续汇了10次钱 直到被骗走170多万之后报案 而末间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了 案发之后碧联会也发了声明 强调被挪用的公款高达185万 但是女学生跟家长承诺要还钱 因此暂时不会提告 现在将会尽最大的努力 来确保毕业生的权益 高雄一所大学经报女学生涉嫌挪用碧联会公款 被博弈网站诈骗100多万元 直到女大生报案后全案曝光 取以博弈网站遭一道诈骗 共计遭诈骗 170万9千元 这名进修部的大四女学生 上个月底到派出所报案 说自己被诈骗 原来这名女大生是碧联会总务长 上个月17号起陆续挪用公款 把钱汇往博弈网站 前后约汇款10次 被骗走170万9千元 才惊绝上当受骗 学生他们的社会历练不太够 然后再来他们也比较单纯一些 所以很容易因为诈骗集团一些话术 让他们陷入那个陷阱 而案发后 碧联会发声明 强调总务长因个人因素 不当挪用公款 185万9千780元 其他干部完全不知情 但案发后 总务长和家长承诺会在 约定时间内还款 若违反规定将提告 目前总务长已遭撤换 并依校规惩处 碧联会会尽最大努力 确保毕业生权益不受影响 应届毕业生呢 不会因为这一次的事件发生 而造成他们相关 参加毕业典礼这个权益受损 当然心情会很不好啊 因为毕竟我们有缴钱 去背后有缴 处理事情处理成这样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 只有派一个人 但事关毕业学生权益 如今不止挪用金额数字都不拢 公款如何被挪用 过程也不清楚 目前警方正在厘清详细案情 但女大生擅自挪用学生功款 除了得面临学校惩处 也涉嫌侵占等罪嫌 一时贪心 这下恐怕将留下永远污点 记者课程好高雄报道 减啊 感谢观看 超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